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这些厂房是不是很有BED90年代的那种感觉 很有坏的感觉 我觉得这些建筑真的很漂亮 这个就是南宁市的旧机械厂 这个很阔的 原来是这些停放着一部报废的公交车 很有趣的 因为昨天我看到那只鬼火追风妇女来拍过 真的很有趣的 那只是我们南宁的旗梅仔 经常拍那些新的旗的 比较有趣的东西 我都经常看的视频 都有一些崇拜他 都是一个粉丝 我这个视频也是一个翻版的 因为昨天他已经来拍过 其实这部车以前我是经过的 但是我没有留意的 一旦走过 我根本就没有记住那些 因为这部已经光明退役的 报废的公交车 就这样静静停在尿角落 等下 这时候现在已经成了网红车了 每天都有好多网红过来打卡了 现在已经很熟悉了 快点快点 大家没上车 快点上车 两年前一位已经平了 没得再平了 这部车是从动物园推往南宁南部公园 快点大家快点上车 我等马洞要开车 大家看看从哪里是从哪里的结构 它的座位是很密的 而且这部车很窄 和现在目前的公交车有些区别 加上很长 因为坐了很多人 而且这部车很阔 很阔 很阔 看风景画真的很不错 但是它的高度就很窄 但是它的高度非常窄 但是它的高度非常窄 好 今天就组一些公交飞的City 哇 你看老 懂了 它的耳标还很漂亮 我的耳标 真是一步历经常常的时候 这不是在西云年代的话 每天不管是严寒酷暑 还是风水雨打的话 都会拉着一满车的乘客 在南宁的大街小巷来回参说了 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以后 风云变化了 感受着人间的冷暖 感受着南宁这座小城市 一步步的变成现在的大城市 这个过道真的非常非常的窄 好窄 我感觉 它这个设计 那现在的公交车的过道真的很宽敞 比这个要宽敞好多 因为以前的话没有这个输出车 也没什么地铁之类的 它可能考虑的话 就是尽量尽量的能够做更多的乘客 给大家看看南宁的车间 其实现在还是正常的运作 正常的双散的 双散的 双散的电动车 双散的车间 那些车间的车间 双散的车间 其实南宁的构空厂 现在现在真的一类小了 真的好难打 那也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观看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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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